環保處助理處長黎耀基出席電台節目時承認 政府提出四項固體廢物徵費的建議各有不足 執行時最困難是要找出廢物的源頭 但強調建議是可行的 他認為現階段首要達到社會共識 至於具體的收費水平 應該要等到有社會共識後再作討論 至於出席同一個節目的餐飲聯業協會主席王家和就說 業界現時對徵費的建議採取官網和保守的態度 要視乎政府的收費水平 香港昏迫電視記者羅文麗報導